你今晚以这三千万美金的命 一年之后 我相会 三千万美金 你知道吗 小D 回去 就在不久前 浩南在泰国刑满释放 化名叶秋准备回到香港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而为他接风洗尘之人赫然便是山水集团的董事高晓晴 如今已经成为了泰国军火商 戴浩博士 原来就在八年前 浩南单枪匹马来到泰国找代号博士的军火商坛上一桩大买卖 可到达指定地点的他却发现 等待他的原来是一名弱女子 我先生刚刚去世 是被仇家杀了 以后 我就是博士 叶先生 不会不愿意跟女人做生意吧 浩南没有回答 只是默默抽了一口手中的万宝录 随后高小姐介绍起了自己带来的亮火 华特99 德国志 轻便准确 波莱塔92 美国志 可话还没说完 寺庙外边闯入了几十名手持砍刀的小弟 高小姐直接连开竖枪 干掉好几个小弟 浩南也武力直拉满 拿起一旁关公的大刀就砍 眼看对方人多势众 浩南拉着高小姐就往外跑去 大雨中 二人被敌方小弟团团围住 可浩南依然无所畏惧 硬生生拉着一名弱女子杀出一条血路 在送高小姐上了一辆黄包车后 她提刀砍倒了最后一名小弟 可就在此时 天空一道闪电击落了她手中的大刀 满脸惊恐的浩南双目无神地看着自己右手 仿佛是接到了上天的旨意 她不顾高小姐的呐喊 呆若目击地站在原地 此时的泰国警方也及时赶到 直接将她逮捕入狱 虽说浩南不得不面临长达八年的牢狱之灾 可这也洗尽了她身上的力气 出狱的她仿佛重获新生 此番目的便是证明她心中所谓的信念 于是她立马找到了这个曾经被自己救下的女 在享受完高小姐准备的接风宴后 浩南直言找高小姐借三千万美金 目的便是回到香港了解多年前的一个疑虑 虽说此番行为被别墅内的小弟所不屑 但一向敬重道义的生意人高小姐却二话没说 给了浩南这笔巨款 三千万不够到时候再通知我 Thank you 不用客气 得到巨款支持的浩南没有立即选择回到香港 而是跋山涉水来到泰国深山的一所寺庙内 原来在八年苦遥生活中 她结识了一位育友 而如今她便是受死求育友所托前来还愿 但却在这里偶遇了一位山人 此时浩南受她点拨 还人心愿 如还己心愿 看着一桌客死他乡之人的遗物 浩南选择了一块普通的西式手表 正当浩南欲要回头询问山人时 却发现山洞内却空无一人 画面一转 远在香港的地下江湖却早已波涛涌动 各大新闻媒体也将浩南出狱的消息刊登在了杂志封面 就连警方也高度重视 成立了专门的调查组跟踪浩南的刑迹 组长更是由从国外深造回来的阿信担任 此番行动目的便是以防浩南回国后 再次掀起香港地下组织的动乱 当然 除此之外更是有昔日的兄弟为她保驾护航 听见浩南插旗的消息后 如同吹响集结的号角 四个曾经的兄弟立刻集合回到了浩南的身边 原因却只是简简单单的一个 而几天后 泰国警方了解到 浩南已从海关出境 准备乘坐飞机回国 得此消息后的阿信立马居和反黑组成员 火急火燎地来到机场准备截湖浩南等人 虽说反黑组兵分三路堵住了每一个机场出入口 可让阿信没想到的是 浩南依靠香港的兄弟和自身的彩力 买下了领事馆身份牌 最后通过特殊通道顺利回港 得知此事的反黑组立马往特殊通道赶去 其中一名同事更是从三楼纵身一跃 赶在了最后一刻拦住了浩南等人的去路 可奈何浩南的坐驾是泰国领事馆的车 身为香港反黑组的阿信并没有权限和能力扣押车上的浩南 于是他只能透过车窗告诉车内的浩南 话音刚落 一群记者蜂蜂而上 将他们围了个水泄不通 就在几十个记者的保护下 浩南的车缓缓开走 而阿信等人已然不肯放弃 驱车跟在了浩南车后 可仍然晚了一步 被浩南等人乘船脱离了他们的控制 豪华邮轮上 地中海阿絮摆出一份文件让浩南签名 原来浩南回到香港召集四人 是有大事要干 如今痛改前非的浩南决定开一家慈善公司 并且拿出了泰国寺庙内拿到的西式手表 希望能找到表的主人 然后帮助他还愿 画面一转 一位全职太太正照顾着自己患有血癌的儿子 作为曾经香港财经板块最厉害操盘手之一的他 却受到了浩南的午宴邀请 原来浩南正为他即将成立的公司 寻找最得力的助手 而吕小姐正是投资部经理席位上最佳的人选 此时的浩南更是抛出重磅炸弹 让吕小姐无从拒绝 浩南答应为他的儿子寻找最匹配的补随 显然爱子心切的吕小姐很快便答应了浩南的招揽 而另一边 在得知了浩南在泰国带回来的西式手表 是长河公司郭总父亲的遗物后 其中一名兄弟利用自己的特长 打入了郭家的内部 经他的发现 年事已高的郭老太太对自己丈夫甚是思念 自从郭老先生在柬埔寨失踪后 便在无音讯 甚至连先生的遗体都未找到 对此郭老太心中一直耿耿于怀 而手表则是两位爱人昔日的定情信物 其意自然不言而喻 得知其内情的浩南于是派人立刻前往了柬埔寨 并在乱葬岛中寻得了郭老先生的遗憾 并亲自上门将遗体和手表交还给了郭老太太 在完成了这件事后 浩南也算是印证了寺庙山人所说之话 还人心愿 如还己心愿 一旁郭家的董事郭品天非常感激浩南的所作所为 于是愿意为浩南的公司做宝剧 就这样 浩南刚刚成立的公司便有两位大咖坐镇 可谓是顺踪顺水 不过曾经浩南所在的社团却是暗潮涌动 所有的小弟均期待浩南的回归 能带领帮会继续繁荣昌盛 可如今社团内一名兴起之秀却是浩南为眼中钉 而他便是鬼仔 不久后 昔日社团老大熊哥找上了浩南 代表社团出面的熊哥希望能从浩南那里分得一杯羹 直接拿出所有积蓄给到浩南手上 可此时的浩南却责问起昔日老大 当年自己在泰国的八年苦咬脸 为何没有来看望过他一次 面对浩南的责问 熊哥却没有争辩 只是希望浩南能明辨是非 黑永远是黑 便不回败的 可回归的浩南一心想契恶从善 本就已经不是一条道上的二人 只有分道扬镳 临走时 熊哥拿出一本书送给了浩南 而浩南也说道 夜晚 反黑组组长阿信找到了社团鬼仔 向他询问起今天码头和浩南的谈话内容 本就对浩南不满的鬼仔说话间言语挑衅了阿信 一旁的警员更是不爽鬼仔的态度 便当场推散了起来 此时的熊哥从店内连忙走了出来 老江湖的他自然应对这一场合很是得心应手 一招太急也是把阿信打得个团团转 次日 心情郁闷的鬼仔又在电视上看见浩南公司上市的消息 怒火一下便涌上心头 脑海里更是浮现出一个可怕的想法 那便是通过捣乱 来刺激浩南重回黑道 于是他连夜在家制作出了一个定时炸弹 在封装完毕后 他以浩南的名义将包裹送给了警局的阿信 而警局这边 刚刚到岗位上的阿信被同事告知 有人送他花篮祝他生日快乐 猛逼的阿信则声称今天并不是自己生日 话音刚落 花篮内的炸弹便发生了爆炸 好在没有人员伤亡 遇事不经的阿信蹲在炸烂的花篮前 看见了上面签署人的名字 此事一出 最大嫌疑人浩南便被媒体推至风口浪尖 迫于舆论的压力 浩南等人只好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摆明自己的态度 如果是针对我的话 直接找我 无伤感恐怖 我代表叶秋先生 一旁的智林更是补充说道 浩南已拿出一千万巨款作为选赏 希望能早日将真凶缉拿归案 虽说通过公共资源摆明自己的态度 但毕竟负面消息还是太多 浩南公司的上市计划也不得不暂停了下来 众多投资者也纷纷撤资 好在此时长河集团董事长郭平天伸出援手 资助浩南 更是带着浩南来到澳门谈起了新的买卖 此时的浩南更是回忆起山人告诉他的那句话 就在浩南回澳门酒店房间乘坐电梯时 他遇见了片头的那位盲人女孩 虽说客户嫌弃他双眼失明 但失落的表情却只是在他面前一闪而过 随即笑脸相迎地问起一旁的浩南 是否需要盲人按摩 而浩南也被女孩的唇针打动了 于是回到房间内的浩南便接受着女孩的按摩服 很快 一小时的按摩结束了 见到浩南没有选择家中 于是盲人女孩拿出自己亲手制作的明天递给了浩南 是我自己整的 我不是个个黑都给的 只是给好人的而已 拜拜 我送你好不好 哦 不用了 只行20报答你不问我记得的了 次日 智琳从电话那头的小弟口中得知 爆炸案的真凶便是社团的鬼仔 就在智琳准备出门之际 社团老大熊哥却主动找上门来 原来熊哥此行的目的 便是请求港界最出名的律师智琳 能设法将鬼仔保释出来 夜晚 豪华轮船上的兄弟几人开始商讨是否救出鬼仔 此时浩南表态 曾经大家都是跟着熊哥混的 而熊哥将鬼仔视如己出 很是上心 所以浩南决定看在多年来兄弟之情上 让智琳去监狱将鬼仔保释出来 镜头一转 智琳来到苦瑶找到了被关押的鬼仔 警告了他 保释出去后一定要安分手解 而鬼仔却很是不屑地狂笑 就这样 在浩南等人的安排下 鬼仔得以保释出狱 临走前鬼仔还向阿信等人撂下狠话 回到公司智琳见到了浩南 看着手上的支票他很是不解 明明自己用了些许手段 才让合同价少了700万 而浩南却直接将全额支票写在了上面 此时浩南告诉他 自己做的一定得是正当生意 他不希望与黑社会沾上任何一点关系 如果智琳无法与自己达成一致 那就只能分道扬镳 夜晚 社团老大熊哥约见了鬼仔 面对熊哥的训斥 鬼仔不屑地说道 我到现在都不明白 你做了几十年大佬 到底你想那些年好啊 又想他们死啊 而这段可以说是老戏骨迪龙眼纪报表的片段 轻皱眉头后嘟闹着嘴 到酒时的苦笑 喝酒时的释然 完美地彰显了一个社团老大的苦涩之情 就在不久前 社团的各位前辈叔父均带着自身家当来到浩南公司 希望能跟随浩南赚取同等的利益 作为一帮之主的熊哥心里自然对浩南很是不满 但同样的碍于曾经的兄弟之情 熊哥也不忍做掉浩南 此番窘境自然被一旁的鬼仔看在眼里 所以被鬼仔出中心窝的他 只能苦笑地喝着闷酒 画面一转 身在澳门的浩南在夜晚闲逛时却遇上了阿信 见面的阿信直言浩南已经身价3亿 为何还要插手鬼仔的事将他保释出狱 而浩南却说道 此时的浩南表明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 劝化鬼仔这种侮辱企图的人 让他们重回正当 而阿信却打心眼里认为 黑道永远是黑道 没法彻底洗白 见对方无法接受自己的想法 浩南也不想与他争辩下去 直接开车离开了 画面一转 酒吧内的鬼仔叫来那位曾经告发自己的小弟 不幸你没事啊 我整班英雄都很担心你 我昨天还帮你王大仙路求签 他说你一定会逢工发的 那你这支签又挺漂亮 而鬼仔直接当着他的面 放出了他在自己家楼下乘坐电梯的监控 面对铁证 小弟神色慌张地看着鬼仔 知道自己今天难逃一死 可不可以给我打个电话回家吗 听着小弟的求情 鬼仔却没有流露出一丝同情 静止走出了酒吧 次日 相当码头处 鬼仔的女友正在等待他的出现 没意会 背着行李的鬼仔终于出现 女友更是开心地上前拥抱 可就在鬼仔从女友手上拿过护照后 他趁机将女友绑在了码头处 并说道 干什么呀 没等我 找个好男人 几天后 浩南决定驾驶邮轮前往澳门 再次品味一下盲人女孩小货的按摩手法 而这一消息却被船上的小弟通知给了鬼仔 于是鬼仔便孤身一人前往澳门 画面一转 浩南在享受完服务后送小货回家 丙走时小货问到浩南何时再来澳门 可业务繁忙的浩南也不知几时有空再来找他 此时小货拿出手上精致的手链送给浩南 画面相当的温馨 而浩南的手机却在此刻响起 喂 确实 原来是智琳打来的 他告诉浩南 之前向警方揭秘的小弟被人杀害 鬼仔也不知了去想 没过几天 浩南便回到了香港 坐在港口咖啡厅品查的他却收到了一个背包 打开一看 原来是盲女小货的伸缩拐杖 还有一部贴了纸条的手机 里面的视频更是让浩南十分担心 此时远在澳门的鬼仔接到了浩南的电话 原来曾经鬼仔接到了军火生意的大单 推荐人更是提议他来找浩南合作 因为他认识泰国博士这一最大的军火供应商 于是鬼仔想借此机会让浩南支持他 将博士约出来详谈 知道鬼仔计划的他找到公司高层探讨解决方案 浩南率先说道 因为保释鬼仔是他做的决定 所以他认为此次事件该由他亲自去解决 但是如今的浩南已经不是社团里的扛把子 而是集团公司的公众人物 一旁的智琳第一个提出了反对意见 一向谨慎的他不希望浩南再出现任何负面新闻 可浩南还是坚持自己的决定 于是次日 他带着小弟准备赶往泰国 可就在浩南乘船回港准备乘坐飞机时 却遇见了阿信带队前来搜查 原来阿信在警局接到线报 并在浩南的游艇上找到了杀害警方告密者的凶器 于是阿信等人带着拘捕令声势浩荡的钱来抓捕浩南 而浩南却因为着急前往泰国营救小货 趁阿信不被试挣脱了警方的控制 直接跳上游艇准备独自开船逃走 可阿信却举枪瞄准了浩南不让他离开 而浩南的小弟阿迟也为了护住浩南 与警方一名小弟缠斗 一不小心 二人撞翻了一旁的货箱后掉入了水中 看着染红的海水 浩南毫不犹豫跳入水中 将阿迟二人救上岸 随后浩南便被阿信带回了警局 此时阿信也接到了医院通知 警员阿基不治身亡 而浩南的小弟阿迟也高位瘫痪 或将成为植物人 压抑着内心愤怒的阿信来到审讯室 在告诉了两人伤情后 阿信劝说浩南认罪 可浩南却只是表示被人陷害 怒气直拉满的阿信怒砸审讯室的捉影 最后更是掏枪指着浩南说出了那句最经典的台词 此时桌上浩南的手机响起 赫然便是鬼仔打来的电话 但不幸的是被阿信抢走 并送去了鉴定室查看是否有犯罪内容 被耽误时间的浩南不得已 便向泰国的好友博士求助 随后警方鉴定科告诉了阿信 匕首上的血奶是普通的猪血 而他也在浩南的手机上看到了小货被绑架的视频 阿信这才知道自己误会了浩南 于是他很不情愿地放走了浩南 画面来到鬼仔这边 许久未收到浩南信息的他正欲将小货撕票 可此时曼谷街道上使来一辆皮卡 上面的告示栏张贴着鬼仔等我几个大字 这才让他收住了手 原来刚刚浩南在审讯是用泰语请求博士帮忙 才有了告示栏那一出戏 从而稳住鬼仔的心态 虽然浩南已经身负泰国 但是阿信仍然希望能将他抓捕归案 于是他不顾领导的劝告 以自己警察生涯为赌注 赢得了一次去往泰国抓捕浩南的机会 画面一转 浩南联系上了鬼仔 在约定好心的会面地点后 双方也开始了自己的计划 夜晚浩南搭乘计程车来到一处废弃的火车站外 而远处的阿信等人也带着泰国警方紧随其后 赤身一人走进站内的浩南 听见了鬼仔张狂的笑声 只见鬼仔嚣张的提枪 必问浩南是否约见了泰国军火商贩博士 而浩南却不予回答 他说道 你好像我以前 以前帮阿公做事 我是抖得拨命 我以为你帮你死都撒 最可以狠和劲 最厉害最厉害是我 出去都是假的 到你老的时候 我也值得一分 话音刚落 废旧的火车站外使来一辆家常兵力 见迟迟无人下车 鬼仔问到博士为何不愿下车 此时浩南说 只有他打通了博士的电话 他才会下车 于是鬼仔逼迫浩南拨通了电话 可没想到的是 浩南拨通的却是天台狙击手的电话 紧接着一声枪响 浩南阴声倒地 鬼仔也被狙击枪手下的仓皇逃跑 此时埋伏在暗处的泰国警方清朝出击 朝着鬼仔逃跑的方向追去 而阿信也迎上前来查看了浩南的伤势 在吩咐了手下送浩南去医院后 他也朝鬼仔的方向追去 只见鬼仔来到一处官老爷雕像面前 在插上一根香烟后说道 于是他挟枪朝外冲去 接二连三地干掉几名泰国警察 但由于警方人多 很快鬼仔便被打中了两枪 而此时远处的阿信也追了上来 在捡起地上的手枪后 阿信一枪打中了鬼仔的背部 后者也倒地不起 只见阿信走上前后 拿枪指着鬼仔欲要报仇 可最终警察的使命感还是占领了高地 在朝天连开竖枪后 他选择了让泰国警方将鬼仔缉拿归案 画面一转 回到医院的阿信发现浩南已经不在病房 询问医生后得知浩南已经抢救无效身亡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的阿信跑出了医院大门 朝台着浩南的箱子跑去 看着低血的棺材板 阿信很不服气 但在对方绝对的火力压制下 阿信也不得不放弃 只能目送高晓晴带着浩南离开 叶秋已经走了一条死路 你应该放他一条生路吧 我可以向你保证 叶秋以后不会再出现